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公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力来 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 在现实憎恨自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直到永生 谁若侍奉我 就应当跟随我 这样我在哪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 谁侍奉我 我的父亲必定尊重他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小朋友们 尼撒一开始我就说 今天你们庆祝一位圣人 他叫圣老龙祖 后来有人为了方便好祭 给他起了一个中国的名字 叫乐伦 圣乐伦 这位圣人 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 大概在公元二百多年吧 我们现在两千年了 也就是一千八百年之前 那时候死的 他准备做神父 还没有当神父 当时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谁信教就要杀谁 杀死谁 所以很多教友被抓住杀死了 大人小孩 有的一家人都被抓住 在罗马 如果有一天你们去罗马 今天还有一个地方 它叫斗兽场 意大利文叫Golosseo 斗兽场 就是一个很大的圆形的剧场 当时没有这种获益设备 如果唱歌 讲话 没有人能听得到 那么多人 怎么办呢 他们盖了一个圆形的房子 圆的 一层一层的 人们就坐着这样一层一层的 当中间人们在下面养戏的时候 比赛或者养节目的时候 上面的人离得都很近 一圈一圈的都能看得到 听得到 而在最下面呢 这一层是观野兽的 狮子 老虎 狗熊 还有野牛 什么凶残都有什么 他们做什么呢 让他们表演 比如说 把教友抓来以后 扔到里面 然后把老虎狮子放出来 而且那个老虎狮子 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你们说他出来以后会怎么样 吃热了 会吃原则 但是有的时候 例外 有一位老主教 八十多岁了 他叫保里加布 后来把它弄出来以后 让进去 结果那个老虎不吃它 后来放狮子出来 也饿了好几天了 就等着今天表演 当着那么多人 上万的人 要吃掉这些教友 结果这个狮子也不吃它 这时候把他气坏了 他照着那个狮子 头上就是一锤 你快吃我呀 别只让我在这儿等着了 我要去见耶稣 我要升天堂 你快点送我走吧 就这样子 最后没有办法 谁也不吃它 他们拿柴火 那个木柴 靠在他身上 堆起了一个火堆 然后脚上涌 把它烧死了 晚上那时候没有电 怎么办呢 他们把教友绑起来 放到很高的杆子上 就像那个电线杆那么高 然后点到当灯 不远一个不远一个 下面表演 他们残酷不残酷啊 很残酷的 是吧 当时就因为他们信耶稣 今天我们庆祝的这位圣人 他想做神父 还没有做 当时就被 还没有抓住他伏记 比你们大 比我小 二十几岁 他跟教宗伏记 结果教宗被抓住了 被带走了 戴上手铐 将让教宗被 拉走 拉走以后 去做什么呀 动手 去动手 去活活地 治他于死地 是不是啊 这时候他在后面就哭了 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哭什么呀 你们想一想 教宗被抓了 是不是啊 他不是 他在哭 他说 啊 圣父 教宗啊 过你走了 人叫我自己 什么时候我也想去见耶稣 什么时候我去啊 这时候教宗 走着走着回头 说三天以后 你就去了 不要急 等到 三天以后 哇 他就很高兴 哇 我也终于要见耶稣了 我也要升天堂了 后来 三天以后 他就被抓了 抓住以后呢 那些 当官的 要审判他 说 老龙左 今天呢 我们改一个方式 不再是严刑拷打 请你好好的招供 你说 我听说你们教的这里面 有很多的钱 做弥撒的 圣诀 碑子 都是金银做的 肯定你们有很多的钱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的钱在哪儿 你们猜猜他 会不会告诉我 我们的钱 我们的钱 他呢 随后说 好吧 我告诉你们 灯亮天 我都拿给你们 哇 那个果然很高兴 然后就放他出去了 他就出去 把平常 教会是有钱 但是 教会的钱 做什么用呢 有人吃不上饭 他会买东西 给这些人 有人穿不上衣服 他们会拿钱 给买衣服 有人取暖 他们会买些东西 让他过冬天 哪里有需要 这些钱就给哪些人 这是教会的钱 有一天 你们开始长大了 工作 也要慢慢的 有了钱 甚至现在就可以 有零花钱 帮助周围 有需要的人 你们愿意吗 愿意 愿意 教会就是这样 用钱的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说 你们对这些穷人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哦 原来如此 耶稣爱那些穷人 爱那些别人瞧不起的人 教会到今天 我们就把那些可怜的人 看作宝贝 看作我们的钱财 财富 所以老龙左 他待了两天在外面 把那些穷人都找了来 等第三天开庭的时候 老龙左来了 你带着钱呢 他说 我身后的一大腿就是 那一大腿是什么呀 那些穷人 那些 吃不上饭的 那些缺腿的 瞎脸的 别人瞧不起的 他说 这就是我们的财富 哇 你说那个果儿高兴 不高兴啊 气坏了 以为会用吃 拉来好多的经营 就他们就发大财了 结果弄的都是穷人 好 他们赶走 好爱你 老龙左 给你看起来不上行 你不会老实 就是说 来 拿一个铁壁子 知道什么叫铁壁子吗 知道 就是 一根铁棍 一根铁棍 就像家里 你们溜馒头的时候 那个叫壁子 是不是啊 馒头放在上面 下面是热水 然后那个气 慢慢的就把那个馒头蒸热了 知道了吗 知道 拿了一个铁壁子 下面都是钢筋 然后那么长 好 两边用石头 把它织起来 就像外面 你们织的吃饭桌子一样 把它织得很好 然后下面呢 放柴火 下面放柴 倒上油 就开始 做什么呀 烧了 烧 然后老龙座你上来 老龙座就上来了 下面点上开火 就开始烧了 烧了一会儿以后 老龙座在上面就笑着 他说好 我要去见耶稣了 我烧了很长时间 大家都闻到烤肉的味道 闻到那个味道 烧得很焦 这时候他说 哎 快翻翻面吧 这一面熟了 那一面还没熟呢 这位围着很多人 他就这样 一点也不痛苦 就很喜乐的 死去了 后来把他翻过 就这样火火的烧子 今天我们庆祝的这位圣人 就是这样一位圣人 现在你们认识他了 是一个非常加强的 勇敢的人 他把钱用来都帮助别人 他的生命都给别人了 他是一个榜样 我们也愿意学习他 不是将来被火烧 愿意随时牺牲自己 帮助别人 你们愿意吗 所以你要祈求 耶稣帮助人 耶稣自己 他就为别人死了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要学会 像耶稣一样为别人死 你们长大以后 只有学会牺牲自己 才会做一个有用的人 不牺牲自己 也没有人喜欢你 就像草原一样 到哪去 人们喜欢吗 不喜欢 是吧 不喜欢 到哪去 我们爬来爬去 都是找自己的便宜 不是 所以 好的 我们要做一个 对别人有用的人 为什么我们做夏令营呢 现在让你们大的 可能十四岁 小的十岁 甚至还有九岁的 你们大的 十四岁 十三岁的 十二岁的 十一岁的 就是哥哥姐姐 小的就是 什么呀 小的是谁呀 弟弟妹妹 你们这几天就学习帮助他们 我们夏令营 我们夏令营 已经养钱了 你们在这两天 有没有帮助弟弟妹妹们呀 有没有呀 有吗 有 生意不大 好像不是所有的人都记得帮助别人了 从今天开始 特别今天 我们纪念圣 老龙座 他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你们愿意不愿意 从今天开始 也帮助你身边的弟弟妹妹呀 愿意吗 愿意 生意不够大 愿意吗 愿意 我这听到了 每个人都愿意 那好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办夏令营 学习帮助别人 好 我们一起求耶稣 给我们爱心 阿们